欧洲再传出了非法移民的悲剧 这是在星期三一艘载着移民的船只 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途中 不幸是在法国外海乘船 造成了船上至少有27个人不幸的死亡 那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小朋友毛毯包紧紧 经过了一路的折腾 终于是跟父母搭船靠岸 不过并不是大家都那么幸运 原本船上载有大约34名的非法移民 准备从法国前往英国 却发生了船难 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移民偷渡意外 而法国跟英国政府双双表示震惊跟悲伤 法国总统马克宏更谴责偷渡移民的人口集团 强调绝对不会让英吉利海峡成为目的 而另外英国首相强生也宣布将为此紧急召开会议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